聽說有一個Toyota車壞掉了 油底殼那邊有發現 列自相 哇那蠻嚴重的 還蠻嚴重的 所以現在猜成這樣已經OK了 應該因為差不多都已經知道 就是XX的問題 手禮得好 只要10萬、11萬 換起來你也要只要10萬 所以錢都是我們這邊出嘛 對啊 我們全包了 職人洗車用品專賣 汽車教授 你早上怎麼怕得到嗎 聽說有一個Toyota車壞掉的 Toyota Toyota車壞掉 聽說還蠻嚴重的 我也不曉得 我們等一下過去看一下 聽說好像有一個 油底殼那邊有發現 類似像小波斯的小碎片 哇那蠻嚴重的 還蠻嚴重的 因為是這樣啦 那台車 剛好是我們賣出去的車 去檢查 欸奇怪 怎麼發現這個問題 賣車之前不是都有檢查 對啊 上架之前我們都有測試過啊 也從南部 中南部這樣開 都也沒什麼問題啊 只是說檢查過 五油三水 基本上我們 交車錢都會換過了嘛 好像有一些小異議員去檢查發現 欸 怎麼這個碎片 如果第一次在保養的時候露下來 如果有發現應該 就會看到 就會去處理了 也不會上架了 後來小師討論說 不然車如果有問題 不然我們先把他開收回來 那台車我記得是有貸款 那小師說沒關係啦 貸款看 有月金什麼 我都幫他付都沒關係 先幫他收回來慢慢整理 服務人員跟那個客人 討論他說沒關係 給你們修理 反正他相信我們 換個角度想啦 今天車 假設錢都還給他了 他去跟人家買 萬一有問題 人家是不會聊他的 他是這樣講啦 引擎的部分很難去判斷 到底是怎麼壞掉了 所以要買多久 我記得幾個月了啦 反正跟音賽一樣了 有問題我們就是 先解決先去處理 對 這最主要的嘛 直接衝過去看啊 走吧 Yeah 我們到了 結果沒想到 師傅 腳手也很快 剛剛已經拆了 拆的部分啊 我們是沒有拍到 你看一下 我想說完蛋了 來不及了 我剛剛問到按鈕看到什麼問題說 還沒拆到 等一下會繼續再拆 這個拆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看到了 稍微講一下 這油底殼吧 裡面有一些碎片 這個 有沒有 好大一塊 好聲音耶 ㄉ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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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ㄉ 這個 應該是這個裡面 他剛剛已經拆了一個 剛剛說波濕吧 對啊 波濕就是 這個沒有啊 這個沒怎樣 這個還在啊 等一下繼續拆 這個有四個會不會 還拆掉一個 拆掉一個而已啊 這裡還有一個 應該還有三顆啦 對啊 等一下再繼續拆啊 請他們過來處理一下 你看這個 正常不會這樣 黏在上面 也有點辨識 我感覺都還好 比較短耶 還是煤缸不一樣 它有分大小 我以為是斷了一節 太短了 你看 裡面這一個就是 木了 你看 你看這個 就比這個 哇 金光閃 對 所以現在才成這樣已經OK了 可以 因為差不多 都已經吃到 就是這一個而已 那這個要怎麼修啊 曲軸要去 重新車 對 如果是不行的話就 換曲軸 換育軸 因為這個很明顯 就是有一個 磨旋的 草味噠的感覺 它這個是不是也是有一點 刺激油的感覺 這其實 活塞環它比較屌實的話 倒是還好 這個水平對游流去86 我們很常遇到這種波濕壞掉 其實這個是原廠的一個通病 原廠會建議用0.20的機油 但是0.20機油真的對86水平對游來說 往往都是潤滑不足 那我們看到很多的86大概在里程 8到12萬 都會發生這樣波濕損壞的情況 通常我們會建議車主使用比較高年度的機油 這個長期累積下來的刮痕 應該是前車主在使用機油上用比較年度比較稀的機油 或者埋積水貨啦 回縮的機油啊 長期的累積的磨損 它不是瞬間的 所以它慢慢越刮越飽 這個也不是說短時間內的問題啊 都是長時間造成 那遇到這種問題很簡單 我們也把波濕換掉 因為這些區軸都還蠻亮的 其實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這個插回一搭 就是機油的潤滑度不足 但是這個稍微整理過 還是可以把它修復的 這個沒有問題 對 這個就是波濕在裡面震動 有沒有 間隙變成它整個滑動 造成的 所以引擎初期就有一點 卡卡卡的聲音 大部分的聲音就是來到這個地方 所以記得水平對後 千萬不要用0.20 很多時候遵照原廠 但是其實我會反對用原廠 我們還是用10.60或5.50的機油 真的相信我們 我們比賽都用這個 10.60沒有問題的 現在的車用低年度的 主要是因為油耗的部分 因為有油耗 所以環保的部分 所以習慣用低年度的機油 主力比較小 尤其不是說那個 因為油道比較細 所以要用 86的油道絕對不會細 那 因為它本身壓力很小 如果油道又細的話 根本就沒辦法整個循環 它原廠的壓力大概1.8到2公斤 那以前的EJ5的壓力 可以 採油門客到6-7 代注大概有 2.8到3 所以其實86的壓力 原廠就比較小 那相信 其實它油道沒有很小 我們油道看那個鳥蓋都看得到 它油道在這裡面 其實它油道是不小的 這個裡面都有油道 這個打開來看就會看到秘密 那很多改裝廠就會 不會認為它油道太小 另外再拿一條線給它 其實是不需要的 不需要的 嗯 那這面這個看得到嗎 看得到什麼 油道 不會 這就是跟隔油 對啊 都有啊 對 都隔油的 186原廠油體格就有隔板 對 有沒有看到有隔板 隔板主要是在側傾的時候 它的機油 不會左右晃動 造型吸不到油 很多人再去改裝隔板 其實不太需要 它原本就有隔板了 跑山路啊 或者跑賽道的時候 機油在裡面的左右晃動的機會 對 高度會比較少 那我們就吸得到機油 這樣吸油 你機油左右晃動的話 有可能它會吸不到 它上面一個隔板 機油左右晃動 幅度就沒那麼大 它吸油就不會有什麼問題 這樣子 這個就陸續磨損至波斯的 T-Sign 如果機油的時候看到這些 其實就應該已經有問題了 那現在的車大部分就像 這個卸油螺絲上面 它都是有磁鐵的 在保養的過程 其實卸油螺絲拆下來 就會看得到了 Yeah 今天 你來做圓圓了 我剛剛發現這是油池的 我們一般都是掛這條而已 對 它後面是這樣 有沒有 它是這樣 這樣 炫耗 為什麼我放那盒子 看到什麼 為什麼我保箱 不是保箱啦 本來是用維修的嘛 後來車主有在講說 維修起來 跟換一顆引擎 在這邊糾結 因為修理起來跟換一顆引擎 其實價錢差不多 修理到後 差不多10萬 11萬 換一顆引擎也要 差不多10萬 假設好 我修理好 11萬 買一顆引擎 假設10萬 因為10萬 不是就解決了 10萬還是要 裝上去的工資 還沒 算算的 差不多 有客人糾結一下 他決定換了一顆 好 我這樣裝 好 裝好了 快了吧 你看 經過77-19天 我終於煮好了 換了一顆 你看 它這樣下去而已 就這樣 啊 這是綜合皮帶啊 就是這樣 摳 這樣洗 反正我們本來 好像就是這樣 這樣摳 啊 這邊是加機油的地方 啊 這是節氣門 速空氣 速度 啊 這因為怕髒 所以他們用貼布把它貼起來 因為 萬一 東西吸進去 到氣缸又擠壓 又壞了 你知道為什麼 如果我們車子開開 引擎吸到水 進去裡面會 尾起嗎 水是不能壓縮的 如果水進去氣缸 氣缸 比如說裡面是 假設500Tc的 空氣那邊 結果你水跑進去 就是270Tc 它擠上去 多了 有170Tc的空間 它撞了去走就彎了 它就壞了 是這樣 對 後面有稍微看一下說 引擎是蠻健康的 換這個其實有個風險 它之前跑了50萬怎麼辦 3萬 5萬 10萬 20萬 或甚至30萬 50萬 都有可能 進口車沒有引擎號碼 所以可以這樣修 就 視野影片有講 引擎可以 對 你知道 都是這樣 這個是因為 有些是比較嚴重 或者修理起來 跟換一顆 就蠻糾結 如果是我的話 我應該不會換一顆 所以你會選擇用修 換的是 變現在的2.4 我就有考慮一下 或者是說 既然都壞了 我把一些強化 斷照都上去 這樣是不是我比較划算 我就可以刷到3階了 來啊 我等一下就把它 裝上去了 你要裝 我不會裝 我不會裝 我會裝就厲害了 那你看 它後面 它這個架子就是 你應該知道 它這個是可以調的 直接收在上 看過啊 烤肉架 對啊 烤肉架是雙穴而已 所以你沒有號碼 它也是有 可是這個它沒有登記而已 這個是 也是我號碼 可是這號碼 行照上面是沒有的 是他們的 車工 誒 說起來 這鞋子很小顆的 它還沒很大顆啊 就這樣 橫的這樣而已 要多大 有些看起來都 2.0的對不對 對啊 下一代才2.4的 那就準備 試鋼 2.4的 為什麼要下眼睛 為什麼要下眼睛 上次你說沒拍到啊 好 注意到掉下來給你看 好 主要是因為 剛在裝那個飛輪 裝的時候在裝 有點不順 虛焦不順 對 玩試試燃料 剛剛說 欸 好了哦 不要叫我掉哦 可是我沒有叫你掉哦 哇 這裡 跟這裡 結合 放在一起 它這邊靠近了 這邊就沒有洞了 剛剛那螺絲就要夾著 從這裡 這樣這個洞 對準這一個 轉 要轉 剛轉的原因就是要 轉這個洞 這一顆 要對準那個洞 這邊要按 收收收收收收 把它轉緊 轉緊之後就是 要跟這邊 剛轉過來 就這一個一顆 再轉一下 第二顆 再轉一下 第三 第四 第五 第六 我一定要說完 我告訴你 掉了 或者是不是都不會轉 所以你不要轉 那邊就不太一樣 按 那邊 我們來看 見你了 我們來看 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兩次 其實是磨合 先去磨合之後 再落下來 再一般的機油再上去就是可以開的 其實如果像叫我去 那天有講叫我幫他煮 煮起來我真的不會煮 看到我頭都聽了 要不然拿回來你煮看看 要不要 可能煮到我奧子那天都煮不好 沒有煮好看起來是形體OK 裡面是空空的 裡面是空的 只有殼 這不是螺絲拿出來還有一支 連桿啦 什麼鬼的 舉軸還哭在裡面 活殺也在裡面 活殺 對啊 這都好了 我看到你們聽一下 自排 自排的啊 那你開回來有什麼感覺 我開回來我就覺得蠻正常的 因為其實我沒有特別去開過這86 我之前有開就是手排的 個人是覺得以前我們有聽過 比如說你擔心變速箱會會掉 開手排車就沒有什麼問題 手排車真的是比較耐用 這樣想好了 里程序將近百萬的車應該都是手排車看出來的 自排的要開那麼多應該不簡單 開起來都OK 處理好了 到時候交給車主 會來會再請服務人再開個幾天再交給客人手上 原則上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所以錢都是我們這邊出嗎 對啊 我們全包了 就跟上次音賽一樣 全部都把它包起來了 對啊 實際有跟客人學會講說 你認為這輛車有問題 你有貸款 那沒關係 我一樣給你收回 如果那邊有一些違約金 我可以幫你付 可是客人還是說 沒關係 我就留著 我一樣要開 我一般來講會選擇 不然我把它收回來 我們可以慢慢修 可是現在不行 因為為什麼 因為在客人手上 我們就盡快把它弄好 因為客人還是會用到車的狀況 所以把它處理好了 我們買單 冷氣應該是 請問看看 冷到會燙 很冰欸 果然是投他了 雖然保養好了 回去 阿你一樣時間到還是要保養 永續嘛 就是一直照顧他應該就沒問題了 投好壯壯的一台 挖棒的車 好 喜歡記得幫忙訂閱分享 看喜歡的鈴鐺喔 Yeah 掰掰 Bye Yes 來電為你的生活充電 全台最大充電服務營運商 我有跟音賽聯絡咧 突然想到 我那天開車開開開開開開 看到音賽跑過去 我就趕快打電話給他 大哥這樣快就怎樣 OK 沒問題 真的是那個問題而已 對啊